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光如如所一所在去一所痴 青丝白线丝丝成 战乱又不知 只一段情绣纹诗 必连离双枝 难寄托着相思 我愿花多望断天涯 那一方情世 这颗心都是你的名字 人为财殿花 却自负 执旧春三思 结果酸 光缠绵 生生世世 我愿花 我愿花多望断天涯 那一方情世 转和心头是你的名字 名为财殿花 却自负 执旧春三思 剪不断 共缠绵 生生世世 剪不断 共缠绵 生生世世 一个繁华大都市的极品寿楼小姐 竟然阴差阳错的变成了一个不知是诗意还是诗心风的曲护二小姐 更何况这个二小姐娶檀儿不知不觉的陷入到了冬月国权力斗争的漩涡 我不是在面壁吗 我怎么在这儿 我可 吓死了 怎么又忘到来之前的那个晚上 不行不行 我得很快找到那张床 逃离这里 静心 现在几点了 不不 什么时辰了 现在已经是午膳的时间了 不过午膳还没好 小姐 您要是饿了的话 我去给你拿些点心吧 别别别 现在已经是中午了 难道已经过了一天了 那我是什么时候从禁闭室回来的 我又是什么时候换的衣服 夫人说了明日就要出嫁 陈时要让二小姐过去整理嫁妆 为什么都快到晌午了还不见人啊 是不是二小姐这还没成王妃呢 就不把我们夫人放在眼里了 你放屁 我还想问问呢 你们家夫人是不是更年气挨变啊 不找我点穿得不舒服 全都是我的错 是我忘记告诉二小姐了 你现在就过去回夫人 说小姐晨起的时候 有些身子不适 所以才耽搁了 姐姐 你胡说什么呢 明明是她呢 她们 小姐 今天早晨 夫人确实有派人过来传话 还是您亲自答应的 怎么就会忘了呀 既然这样 我会把二小姐的话 原原本本地回给夫人的 好 好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下可能又要倒霉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季欣 我最近怎么总感觉 有好多事记不住 还总感觉过得断断续续的 最近 你一直都是这样 一会儿让我叫您小姐 一会儿 又让我叫您小谭 那一会儿爱吃甜的 一会儿又爱吃辣的 我一直让你叫我小谭啊 可是 我金晨叫您小谭的时候 你明明还训了我一顿 我 难道 是我失忆了 停 停 别扯 那我好好想想 我看了那么多 可幻电影和穿远剧 怎么会没有想到 这穿个月 还跟失忆有什么关系 难道我这不是穿月 而是跟平行时空里的 我自己互换了 这也不对啊 这平行空间 跟失忆有什么关系 虫洞 是虫洞 也不对 虫洞跟机灵也没什么关系 还是空洞见影看得太少了 关键时刻 连个有价值的参考资料都没有 难道是 我来到这个鬼地方 压力太大 所以精神分裂了 小姐 您这是做什么呀 在这里胡说八道 又打自己的头 你可千万别吓唬我 哎 静心 你实话告诉我 你是不是忽悠我呢 忽悠 你是不是骗我呢 不敢 不敢 静心从来都不会骗小姐的 你看 这是什么 磁绣啊 那这是谁绣的 我怎么知道是谁绣的 这明明就是小姐您绣的呀 我就知道您肯定是又给忘了 你胡说什么呢 你少拿你自己绣的东西来骗我 这明明就是昨日大夫人让您绣的呀 我怎么敢代劳啊 您再看看 真的记不得了 好啊 皇帝赐婚 良辰及时 曲小谭就这么毫无选择地坐上了醒觉 此刻的她充满了不真实感 仿佛身在某个精致的民俗表演当中 可心中深深的不安要让她明白 这一切都是真的 她要成为一个陌生男人的妻子 和一个陌生男人动房花竹 这太可怕了 她必须要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一切 终于完事了 累死老娘了 静心呢 静心在吗 恭喜吧 王妃 恭喜个屁呀 帮我揉揉劲 累死我了 坐这儿 我让你坐你就坐 舒服 舒服 这也不是我要找的床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我要是今天晚上不能回去 我就要跟一个陌生人动房了 怎么办呀 净心 好别吗 刚刚才我帅猡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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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猾的事 这叫什么胡话呀 这可万万不可 这是七军的大罪 要杀头的 我就知道 果然行不通 有了 金西 你现在去找一个木盆 和一个木桶 砖满水灯过来 还有一捆细绳 和一个木棍 越粗越好 快去 你要这些干什么呀 我要让八王爷 永远都不敢跟我动房 婚宴上公筹交错 和一个人管不住自己的脚步 内心冰冷地来到那个不属于她的洞房前 因为过了今晚 娶潭儿 将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妻子 小洞房间 你这样王爷一定会生气的啊 爸就怪不得我了 万恶银没手 小睡我 没死他 我 玉航 不得无礼 唉 我听见外面有声音 好像是王爷咱们来了 太好了 稷稷 赶快 不得无礼 小心伤了我大王兄 是 八弟手下的人果然不同 看到是本王 也依旧不会手下留情 不知王兄过来 有何要事 江山美人本是我的东西 我自然不舍 就算是父皇的意思 我总有一天也会把他抢回来 花轿美人 已经抬到了我的府上 怎么就成了王兄的东西了 王兄啊 你还是这样 本就不是你的东西 却偏偏要当成囊中之物 美人如此 别的亦是如此 王兄啊 王兄啊 你这不就是 自欺欺人吗 这么说有些东西 你我都是志在必动 只是八弟一向装出一副 闲云野鹤的模样 今日却在我面前露出鸿图大智 不怕红溃一溃 我说的是美人 你以鸿图大智 有何干吗 王兄说的 本王倒是真的听不懂 好了八弟 你我就不要在这里 呈口舌之快了 该是谁的 就是谁的 总会有物归原主的那一天 你怎么还没来 静心 静心 你们这儿的女人 都怎么称呼自己的男人 叫夫君 也可以叫相公 夫君 相公 夫君 你快进来呀 你什么家都等不及了 夫君 还有什么来着 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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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咪 行了 小谭 你快别叫了 快开开 王兄说得对 该是谁的 就是谁的 恕本王少推 再不如洞房 王妃就要等着急了 王兄请自便 大王爷 请吧 往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王爷 您还在门口吗 您快点进来吧 等不及了 不如你先出来 和我同意喝欢酒如何 可是我怕喝酒耽误事嘛 再说了 我还盖着盖头呢 还是王爷您先过来 把人家的盖头取下来吧 好 那本王来了 你弄疼我了 不是 不是让本王快点吧 本王现在就来跟你圆房 是你啊 你就是那天那个死娘炮 你认识不我 没有 我记错人了 你不是要喝酒吗 来来来 我们喝酒 不必了 是朕不走了 我们先圆房吧 别别别别别 我大姨妈来了 大姨妈来了 左边 愿是 愿是 所以呢 请王爷令择他处休息 所以说你把大王兄叫过来 也一出遗情别列 就是为了给我看 大王凶 谁呀 你装傻冲愣的办事 本王真的佩服 谁装傻冲愣了 你跟我说清楚 心已散场 王妃不必再赢了 早些休息 神经病 你莫名其妙啊你 你以为你会飞啊 这回都准备好了 一会儿不管醒来的是哪一位小姐 都有被捂坏 小姐 你们要 rése中工 都兄弟 差不多 hart 人家 真是啊 狂生活 小姐 你们还里面 并約 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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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儿 今日见到八王爷 你可满意 皇上赐婚 父母之命 唐儿不敢不走 知道就好 嫁到八王府以后 你要尽快获得八王爷的信任与宠卖 更要时刻留意他的行动 你心里应该清楚 你身上还记着我们娶家人的心啊 知道了吗 唐儿知道了 可是 唐儿愚笨 还辜负了父亲的期望 为父知道 你还忘不了大王 不然一个月之前皇上自婚时 你也不会那样的想不开 竟去撞墙寻子 现在应该明白 现在 如今大王爷已经娶了你的姐姐 难道 你还要与你的叛儿姐姐相争吗 对 退一步讲 就算你的心里真的还有大王爷的话 你就冠冠地在八王府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 那就是 尽快助大王爷当上储君之位 到时候 就要比大王爷 会感念于心的 唐儿 唐儿 唐儿明白 只要是为了大王爷 为了父亲 唐儿什么都愿意做 嗯 命中注定 我终究是逃不过 我这般没用 也只能当媒妻子了 静心 这是八王府 是啊 小姐 您现在已经是八王妃了 那我 那昨晚 我与八王爷 昨晚八王爷来过一趟之后就走了 曾与小姐同放 那一怀 大王爷 大王爷 何曾来过 大王爷是来过 但可是 当时您当着大王爷的面 那样叫八王爷 就把大王爷给骑走了 我怎么叫的八王爷 您 夫君 你快进来呀 啊 人家 都等不及了 夫君 相公 小姐 您当时就是这么叫的 静心 我最近有些反常 经常有发失心疯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 我反常的时候 一定要提醒我检严慎行 不要做出一些失礼失态的事情 嗯 你要留心 到时候千万不要对我提起 父亲与大王爷的关系 父亲与大王爷的关系 还有 还有 我与大王爷原来的事 是 静心明白 对 马上就要回门了 如果我那个时候失心疯的话 你一定要看住我 不要让我做出 裸脑父亲和大夫人的事情 切记 静心 我知道这有些为难你了 如果你分不清我什么时候失心疯的话 不不不 不为难 嗯 就比如说 小姐您说现在说的这种发剂 是山泡的时候 就是失心疯 还有小姐喜欢把眉毛画得平平的 不喜欢万眉的时候 那也是失心疯 还有 小姐不喜欢让我叫你小姐 让我叫你小谭的时候 那也一定是失心疯 自从她上了我的身 这人 已经一跃有余 她到底是恶灵 还是神仙 为何举止言谈得如此怪异 无论如何 我都不得不防 我都不得不防 兜兜转转照话西施却已痴 寻寻觅觅觅最深目似又一诗 还记得前身往事 还记得前身往事 欲言尽目刺 恨对面不消失 我愿化作妄断天涯 那一方情世 再何时 还有余妖莲啊 可真巧 你什么时候这么懂规矩了 还知道来给巴王妃请安 一大早怎么就碰到你了 真是倒霉一整天 静心 外面那两个 应该是巴王爷的两个师妾吧 我出去看看 王爷 已经照您的吩咐 把昨日王妃独守空房的事情 透露给了两个师妾 果不其然 他们二人现在真的去了血院 正在给王妃请安 可是属下有一事不太清楚 你说 既然咱们知道 他二人均是他人戏作 且必有一人听语于大王爷 为何您还 你是想问 为何 本王不严防他们与巴王妃见面 反而故意 引他们前去 属下愚钝 请王爷明示 有吴相声 难易相成 长短相行 高下相迎 烈士与优势 都是相伴而上 烈士也可以转化为优势 大王兄自以为无孔不入 占尽了优势 本王则反其道而行 以他的棋子 去抓他的把柄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所以本王 不怕他们通消息 倒是怕他们 不同消息 王爷睿智 属下佩服 王王妃那边 你要继续盯紧了 能不能抓到莫野怀的把柄 全看这个王妃了 属下明白了 您什么想要求 让他到肩火idan 这个王妃呢 我这里和大王妃吧 就完成一个了 谢借一香浓 给霸王妃请安了 谢借云忧怜见过霸王妃 多谢两位姐姐前来探望 我年龄小 又刚进王府 本来还以为两位姐姐会太过多礼 今日一间 倒是我多虑了 王妃说得是 我们呀 本来就没把王妃当成外人 自然不会多礼 两位姐姐 请坐吧 早听闻王妃花容月貌 今日一见 果然痛返下 这王毅也真是的 这样一个美人 也舍得在结婚之夜 把人家一个人就丢在洞房了 长得漂亮有什么用啊 在咱们王爷眼里 要是不喜欢 那也就是无言之貌 对了 我听说八王妃 从前跟大王爷私交甚密啊 还为大王爷亲生过呢 怎么这一转念 就嫁到我们八王府了 你看你 怎么提起这事来了 大王爷固然好 可是我们八王爷 深得太上皇和太后的钟爱 去世王妃觉得八王爷 还更有希望继承皇位 要回心转念了吧 那大王爷岂不是很伤心 伤心什么呀 大王爷应该为八王妃 感到高兴才是 是 再说 大王妃是我们八王妃的亲姐姐 想必也是肥水不留外人田 够了 两位姐姐请回吧 我累了 怎么了 我们说了什么 王妃不爱听的话了吗 既然做得出 还怕别人说呢 我与大王爷的种种 都为坊间谣言 望姐姐自重 不要再听信谣言 这才刚嫁入王府 就摆上王妃的架子了 一个数出的女儿 这一招飞上枝头 就把自己当成疯了 静心 不是 快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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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wyn了小姐 你醒不醒了小姐 小姐 你醒醒了小姐 小姐 你醒醒了小姐 你没事吧 小姐 我怎么摔地儿了 小姐 小姐 疼死我了 小达 站住 俊夕 他们俩谁啊 他们两个 就是八王爷的那两个侍妾 侍妾 转过来 我让你们转过来呢 我的天哪 什么品位啊 就这还有脸当小三小四呢 你们俩来找茬的吧 听说过大奶奶小三吗 我今天 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不用力了 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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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散 缘分来找我 缘分 它又是什么 世间夜里的结果 从天上忽然降落 一直都让人 迷惑 心动 是最美一刻 迷恋是条件漩涡 从打破割目到心肝堕落 往下走是一丝妄婆 开的心犯的错 记录着谁来过 流了泪回了过 才算没白活 情到初开的时候 不懂值不值得 爱到凡天覆地 为了眼前怀了 心水长流那份柔和 年少轻狂的人不晓得 是不是付出感情 应该学会吝啬 轰轰烈烈只会催促 被你换离合 每一个恋恋不舍 能得到只有苦涩 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 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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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